總統賴欣德穿著牛仔褲腳踏雨鞋 到屏東南州聽民眾訴求 因為這一次風災 造成屏東農損高達3億是全台之罪 給予農民補助也允諾會好好治水 總統府的秘書長潘莫安也陪同南下 畢竟這一次他的本命區 只是就在勘災時 意外來個小插曲 讓勘災瞬間變溫馨 而全台各地都傳出災情 首當其衝的花蓮 行政院長竹榮泰率隊勘查邊播講說情況 秀林鄉長哽咽表達訴求 而蘇花北回鐵路都中斷 卓院長也當場允諾平靜度 希望能夠從海路能夠來運輸一些 宜蘭到花蓮的鄉親 至少先補救這樣的狀況是很好 那在預警的時間之內 把這些鐵公路能夠完成的 把它修復起來 優先復原公共工程 卓院長也接力 再到重德城鎮看進度 同時也宣布3億 死亡或失蹤美人發給八十萬元 服務院勘災團體站分進合集 不讓凱米風災形成明月風暴 TVBS新聞吳俊瑋寧軒屏東花蓮 想要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